Dialogue No.3 第三段的绘画 I'm going to a supermarket 这两个人是要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的 I'm going to a supermarket 我现在就要到一个supermarket超级市场去了 这个I'm going to a supermarket 你还记得吗 我们从前讲将来事的时候 就讲到现在进行事 就当将来使用 这个I'm going 这里本来是讲的现在进行事 可是现在还没有出发 还是在家里或者在哪里坐着 两个人在聊天 可是它是现在进行事 用一个going,coming,living这些字 它都代表将来的味道 所以那一课里面所学的这个将来是 它的substitute代用句子有五种 这个就是现在进行事 不要忘记了 可是当将来使用 I'm going to a supermarket 我就要到一个超级市场去了 Do you want me to bring you anything? 你要不要我 跟你bring you 给你带来任何的东西 你要不要买东西 我给你带回来 就这个意思 这个b就说了 I'll go along with you 你要给我带 我不要 那么我想跟你一起去 I'll go 那这里就用将来事 第一行那句话也是将来事 下面就变成 第二句就变成这个 现在是 因为英文里面这个want 很少用将来事 也很少看到这个字want 用进行事 也没有 I am wanting 大概你很少听到这么一个说法 这是这个单字 它的这个特性 所以在这里也不要用将来事 也不要用进行事 这个want这个字多半 90%就是讲I want Do you want 都是用现在简单事 其实这句话 还是也有未来事的味道 Do you want me? 你要不要我 等一下我去的时候 你要不要我 跟你带东西回来 这也是我们上一次讲将来事的时候 现在事也可以代表未来事 也没有超出范围 还是这样 这是一个现在事 还是有将来事的味道 各位如果记不清楚的话 你把上一本书打开来 翻一翻那个将来事里面 讲了五种代替它的说法 大概是讲在第四课里面 希望各位常常的把前面的课文都翻一下 这个书本各位读过了以后 还是要保存起来 常常的要书习的 因为我们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旺行很大 I'll go along with you 这是用将来事 我将要跟你一起去 Along就是同着你 沿着一条街道 也是along 这字不要念alone 英文还有一个字是alone 是L-A-L-O-N-E 那是一个单独的孤独的alone 这两个字不一样 Along就是陪着你一起去 一路上都跟着你 Along with you I need a lot of things 为什么要跟着它去呢 先不要它带回来 因为它说我需要很多东西了 一样一样跟你讲太麻烦了 I need 我需要 a lot of things I am out of fruit juice I am out of 这是个片语 out of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个人他是没有果子汁了 fruit juice 经常讲 大家喝的 果汁汁 柳丁汁了 还是这一个 orange juice 橘子汁了 用的很多 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吃这个东西 out of这个 没有这个 out of什么都没有关系 只要是 不知道 out of money 没有钱了 就是I am out of money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We are out of time 这些都是可以用 out of后面 接上一个什么名词 那个名词就是没有了 我们开汽车的人 哎呀汽油没有了 We are out of gas 这些地方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尽量的套用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一个out of 我顺口就说出来五六句七八句 那么这些呢都是因为平常说惯了 遇到这种情况都要用out of 而举一个例子也很快 希望各位自己也照这个味道来套用 你也会说出来很多句子 I guess 我猜想 I'd better get some dog food 他说我想啊 I'd better I'd better又是个很有讲究的字 这是I had better 不是I would better 英文里面有个片语 就是had better 这个字也不是过去式 你也不要这么认为 现在式也可以用 将来式也可以用 I had better 虽然是个head 好像是have的过去式 但是它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片语 那个过去式的味道都没有了 它这是当最好讲 I had better 我最好 最好怎么样呢 get some dog food 这个get过去我也跟各位讲过 不是专门当得道奖 你查一下字典看看 也有一条 它是上面写的是买 最好啊 我要买一些狗食给我的狗 狗已经好几天 没有狗食吃了 吃米饭也可以 不过美国的狗 好像不喜欢吃米饭 没有这个习惯 他们都买这个现成的狗食 狗浪费 I'd better We'd better We had better 这个had better 像一个住动词一样的用 后面直接就可以接上一个动词 We'd better go 我们最好走吧 那么我们最好等一等吧 上过来也讲 We'd better wait 加一个字就好了 我们最好买一个礼物 We'd better buy a gift 也很好用 很像中国话 所以希望各位 以后多多的用这个 I'd better you'd better 你的太太过生日 可不要忘记了 最好要给他买一个贵重的礼物 太太最喜欢礼物了 You'd better buy her a gift a precious gift pricious就是贵重的 p-r-e-c-i-o-u-s pricious gift 这是had better的用法 英文里面呢 充满了这些小小的片语 一组一组的希望各位 都把它记下来 而且还要把它运用得很活 像刚刚的out of 像现在的had the better 都是希望各位能够把它用好的 下面是I have to get some milk have to 我们很快地要讲这个片语 很重要 叫必须 我必须要买一些牛奶 some milk I have nothing for breakfast now I have nothing 是我什么也没有了 for breakfast 为了早餐吃的东西 现在什么也没有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三段的这个绘画 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一段讲完 只好留在下一次再等各位讲解 曾经讲到I have nothing for breakfast now 我现在一点早餐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倒数第五行就讲到 Is the supermarket on the corner open 他说 Is the supermarket 这个超级市场 哪一个超级市场 on the corner 在这个转角上面的那个超级市场 open不open呢 开不开门呢 现在可能是礼拜天呢 可能是放假的日子 他问开不开门 平常多半都开的 open 如果这个商店是开的 他们的窗子上就挂一个牌子 我也看到过 我想 We are open 如果不开的话 就挂一个字 close 已经关了 因为美国很多的商店 下午六点钟 七点钟就休息了 所以他就挂一个牌子在上面 closed 因为如果不挂这个牌子 你还要往里去 美国还有一个怪毛病 他虽然closed 里面商店里面的灯火辉煌 电灯都开着 真是怪的很 所以这是他们的习惯 你看 开着大电灯 你要往里去 可是门上挂一个closed 倒数第四行 会看 no we'll have to go to the huge market 不 我们将必须 这里有个片语啊 就是we'll have to 将必须 没有那个will 就是we have to 我们必须 我们等一下上街 将必须 go to 走到这个hills 修饰的market 修饰这个市场去 为什么呢 他说 大概是转角上面 那个已经closed了 they are open until midnight 这一个they就代表 那个修饰的这个超级市场 在这个城里面有好几个 所以他们那个market还加了s 不止这一个 they 所以他们呢 所有的这个城里面这几个 are open都是开着的 这个open在这里当写用词啊 不是动词 如果动词的话 are跟open两个字不能摆在一起 这个open这个字 又可以当形容词用 又可以当动词用 刚刚我们讲那个closed 是关 那个字就不能当形容词用 不能当形容词用 怎么办呢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是关着的 这个商店是关着的 也是用closed了 可是你有没有听到我讲 是closed的 加个ed 加个d的 本来就有个e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英文里面很多的动词 加上ed就可以当形容词用了 closed这个字没有形容词的用法 只好把它后面加上一个d closed we are closed we are open open 它又当动词又当形容词 这摆在b动词后面 它就是形容词了 你也可以问 问一个店员 are you open now 你们现在开门了没有啊 虽然门打开了 有没有正式的营业 懂这个 你们有没有open 他们这些公司啊 open until midnight 只等到午夜 半夜里还在开着 那就是这个公司的特性 good that will give me time 那会给我时间 to look around look around 到处逛逛 看看逛逛 maybe I'll think of something else I need 或许大概就是 maybe 这两个字摆在一起 就当父子用 可能 perhaps probably 都可以代表这一个字 或许 I will think of think of 这两个字摆在一起 各位注意 就是想到什么 I will think of 我将会想到 I think 可以可以 我想 我想是什么什么 因为那个 不用off 就没有讲想到 光讲我想 后面一样的 接上授词 I think of 当然off是介习词 后面 名正言顺的 都要接上一些授词 介习词后面 是专门接授词的 I will think of something 我将会想到一些东西 else else 放在这个东西的后面 当形容词用 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我将会想到一些别的东西 什么别的东西 I need I need I need 这两个字 是形容词的子句 形容那个 something else 我所需要的 别的东西 这个当然是 I need 前面 省掉了一个 关系代名词 which I need which是可以省掉 这是我们所讲的 第三段的 这个dialogue 里面有好几组的文法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各位 都能够 回想一下 我们过去所讲过的 那个代替将来式的 几个句型 又讲到了 out of 又讲到了 这个head better 最后还有一些句型 是我们还没有讲的 将来我们在文法的课文会讲 那就是have to 必须干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